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这支笔没有观众反馈 那单纯我自己想做的 因为今年大家都比较艰难 那这单纯是为了这支笔名字而买 买回来,然后顺便做一期这样子 那希望大家今天也是就说再艰难了 还是要保持乐观的一个心态 那也呼应一下现在这支笔微笑干笔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哇,这个包装就是非常的素 保存来讲,个人觉得不是特别好保存 而且我也很少买这一类的一个文具干笔了 那刚好拆一下看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是他那个包装各种写的 然后对,我就随便买了一支蓝色的 然后呢,这里我看一下是怎么打开的 它是直接撕吗 还是哦 好像真的是哦,这百乐不愧是很出色 与其说干笔品牌不如说它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文具品牌 真的是啊,这个有有点小意外啊 你们当做我是嗯,这样子撕出来的就好了 好,那个 但有点小歌手啊 这里,这样子撕完以后这个地方有点小歌手啊 买了的一个观众呢,记得要小心这个地方 小小金 好,那这样子一支 然后,喂,还有送这个caterage 哦,这个没想到哦 哦,这个意外意外意外 然后黑色的好,这个先放一边 纸的话也包装啊,也放一边 那这个的话,它的一个说明书我就这样子 你们想看的就暂停的看一下,这样子 笔的这个后面也是这样 好,F间啊,能看待 好,那个本身是一个c数的 哎,先把笔拿起来 啊,太吵了,这个 这个包装没法收藏啊,这么讲 呃,本身笔的话是一个c数的一个包装 另外整根笔的一个 先看一下它的大小对比吧 哦,这样子,对 好,啊,这两个,这几只,这两只 对比起来真的是,啊,我真的没法讲 好,那首先整只笔非常非常的可爱 那就非常,我感觉应该小朋友应该挺喜欢的吧 就这只笔总体感觉很可爱 好,那整只笔的话 首先就是说,呃,正常的一个大小 不会比M800的稍微短那么一点点 那,另外的整只笔的一个粗细来讲 也会比M800的粗一点 虽然看它这个是一个方形切面 一个防,方滚的一个,哦,牛正一点 好,防,方滚的这样子一个设计了 但,但是因为它是方形的 其实它的接触面没有圆形的这么多 所以说其实,嗯,它的粗细可能会比M800的这个小一点点 但是考虑到它的用户群体 它并不是说成能像的或者高中生像的 基本应该小学或中学生这样子 或者初中生这样的 那,所以说它这个设计 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合理的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笔尖 嗯,这个笔尖真的笑脸 但是笑脸沾到水 嗯,好,那个笔尖 好,那这个笔尖上面 我们先来对齐一下它这个笔尖 好,大概这样子 那笔尖上面对齐 能看到它这个尖的话 其实说不上太小 也说不上太大 中规中矩中间偏小 嗯,笔尖的话到 比万宝龙这个短大小大概四分之一左右 比,比,比幅度宽度的话也是小 也是小大概四分之一 那整笔上面来讲的话 嗯,嗯 嗯,我不太懂是为什么这个配色了 但是,笔尖的话能看到这样子看应该差不多 对,反正整根笔的话 能看到一个笔尖上面的一个光亮度的话 跟平常贵的笔应该差别不会很大 然后,先把笔给收一下 好,插吧,我最爱的一个方式 好,那看一下这支笔的一个重量 呃,看一下有,有送 送末朗就没有送吸末器啊,果然 啊,还好有后备吸末器,吸末器都不缺 来一个,吸末器 哎,可以可以,刚刚好 嗯,挺好了 好,呃,这样子吧 我顺便看一下那个com 因为com70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好用 我是喜欢用com40或者这个多一点 看一下这个差多少重量 2.6 那这个的保证就是说1.5 那可以吧,我拿2.6的这个吧 差一克,那应该影响不会很大 好,那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整笔的一个重量是多少 啊,应该10克,哎呀,13克左右 减,如果再减去用com40的话能变成12克,呃,12克左右的一个笔 那,哇,这个笔好轻啊,那肯定 哦,刚刚好10克,不多不少 如果再换回去49克,哇,应该是我手上碰过最轻的一支笔 哇,这好轻啊,好久没有用这么轻的笔了 啊,不错,这支笔应该用起来应该挺挺舒服的 个人觉得 好,那先讲一下,首先这个笔握我非常喜欢 因为够粗,而且拿起来的时候 不,呃,看一下能不能看到 对,它不,它是一个就有点像拉米的那种 但是没有像拉米那个 它也有点往内凹,能看到吗 往内凹,有点矫正你这个书写姿势的一个作用 另外呢,就是握起来我个人拿的高也可以 拿的低也可以,反正握起来很舒服 这样子的一个笔握我个人相当满意 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产品 另外笔也非常轻,也适合长时间的一个书写 另外这个小块就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上面这个应该是气孔 就是开模工艺的问题 而加上去的这个应该是 然后再下来笔尾也是 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笔杆吧 下面写了Pyro,然后Kakuno,应该是这么读吧 笔的话,首先它好像都是用一个六角形的设计 好久没看到六角形的笔了 好像老笔里面有一个品牌叫OMAS 好像OMAS 然后它好像三角形感的笔方挺有名的 这个六角形的笔个人觉得也是挺有特色 而且还是防滚嘛,六角形有这个好处 那比原型好 缺点的就是说它很难做的 就是说比较有美感 个人觉得就差别就这里 嗯,这个就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是不是,因为你这样子能转 就不太懂这个是什么用 知道的麻烦那个告诉我一下 然后笔的话配重应该也还是 对,笔的哦,不好意思 笔的话反正配重也是非常正宗 挺好的这个,也OK 笔握是让人相当的满意 然后配上这个笔尖嘛 就是不会觉得它这样子配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说它这个笔尖不会太小 不知道为什么 我个人觉得它这个笔尖其实大小还是OK的 不会小不会大 但其实应该是属于很小的尖 好,另外必须要看一下这个笑脸了 那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啊 今天顺顺利利 然后保持乐观的一个心态 然后白乐的一个笑脸 我记得它这一只应该是有三个表情的 就是看你喜欢哪一个就哪一个了 我这个好像是眨眼的 然后有一个就 呃,普通笑脸 还有一个好像兔舌头还什么的 我忘了,因为很少关注这个文具干笔 但这一只笔怎么讲呢 嗯,首先它整个干笔的味道 我个人认为还是在的 就你有一个这样子的干片 它不像拉米的那个尖 就觉得不像干笔的感觉 像这个就有干笔的这样子一个传统的一个样式嘛 另外笔尖也是也是OK的 就是说没有说很随意 那起码加了四条坑 然后这样子看也不会太薄 那做这只笔 你个人觉得它是花了就百乐这个品牌 还是花了很多的一个心思的 好,那大概就讲这么多 然后我们赶紧来书写一下 然后这个西莫莫兰 然后这个西啊,整个透明的 我个人还是想感知透明的 这个是有颜色的啊 不过也没办法 然后这个几捏式的啊 我就没太懂了 国产的为什么不能做了像百乐这个一样 你看一按马上就能上 非常的好用 国产的那个太割手了 这个就完全不割手 用起来非常的舒心 啊,希望是说反一个那个百乐的那个 那用起来就相当的舒服了 最后最好还是出一下不同的口径 因为现在不同的干笔不同口径 我觉得我觉得最烂的头疼是这个东西 好,那我们赶紧来书写一下吧 好,书写完了 啊,一如既往的日三家我最爱百乐 还是还是那句也是我个人认为 百乐的一个品控以及他的干笔的诚意 还是最足的比起另外另外两家 这支笔首先是这样子 F间但是你能看到跟我0.55的 我现在视觉上看F间比我这个还要细 另外感觉我的字好规整瞬间 这支笔跟百乐的七色有什么差别 就是说出水没那么足 但是书写的感觉听一下 这个阻力感非常的舒适 不会说就阻力感出来 你能感觉到有点小呱呱的那样子 小呱的那样子非常舒适的一个斜感 另外弹性的话就一般般的 但是你能感觉你能往下压还是可以的 比肩的素质非常非常的不错 以性价比来讲就真的是非常好 有点想把这个肩给拔下来 装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个肩真的非常的棒 好久没用过这么舒服的一个肩 也用的非常棒的一个书写感觉 那跟他的一个表情一样 非常好的一支笔 个人非常的喜欢 比肩的大小非常的适中 也不会说太小的肩不好控制 再配上这个笔 我这一支真的是妥妥的一支书写工具 真的是当之无愧 个人觉得如果是你不介意外观的话 我觉得这一支会比88G的那个白乐的 就是不算外观的话 这支书写起来其实真的更加舒服 个人觉得 另外再配上这个笔尖嘛 还是有点干笔的味道的啊 非常平衡也非常和谐的一支笔啊 非常有心思啊 另外字的话反而就是非常细 就是就出水没那么足 我个人觉得影响不会很大了 因为白乐的比出水都很足 另外品控它本身相当好 它出水足不足都没有问题 而且也不会外间对 好那就像这支笔一样 希望大家的话 今天非常的一个顺利 保持非常乐观的一个心情 然后度过这个难关好 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 或者是说有什么我漏奖了 然后给我补充一下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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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